好像連續劇 每天都有 都已經寫出來 我先講 就是說柯文哲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圖利的部分 一個是收費的部分 那現在看起來 檢方就是這幾天 通通都有在這個 全部一起 你看圖利的部分 他就找了林青蓉 今天是有林周明 然後昨天還有李德權 那這些人 都是在鞏固圖利的證據 那事實上圖利的證據 看起來這邊是比較明顯 因為你包括這些來的官員 林青蓉 林周明 彭震生 甚至是這個林周明 他們這些人都會講說 有啊 我當年都有勸戒 我都告訴你說 你去增加這個容積率 是不合法的 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打臉柯文哲說 他不知情的部分 所以看起來圖利這部分 是比較鞏固的 可是現在大家想要 更進一步好奇的是 金流 就是收費這一塊 那當然了 我們也是在幫檢調加油 因為如果說你這麼大陣仗 十個押了五個 然後現在柯文哲 感覺就在嗆聲 就說我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我也不抗告 我就兩個月的時間讓你查 我全部配合 那意思就是我在嗆你 檢方了 我就讀你找不到金流 你現在收到帳簿 帳戶 你又能如何呢 你寫1500萬 微金小省 什麼黃大洲200 誰誰誰 你就算找到這些帳簿 帳簿跟帳戶 帳策 你能奈我何 沒有錢的往來那個部分嘛 對 那事實上如果說檢察官 你能夠調到這些帳簿 但是柯文哲最後 只有雙手一攤說 我就發夢啊 我亂不死啊 不行嗎 這個你很難把它定罪 所以看起來現在檢調聯 他們的大動作 就是要去查柯文哲的金流 好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說呢 檢調他們昨天啊 就是昨天 他們去義營的分行 還不是總行 去分行 看起來是去查扣了 柯文哲他們家 包括他的親友 柯文哲夫妻 陳佩琪 柯文哲陳佩琪 跟三名子女 親友 還有同案被告 相關人等的這個保險箱 跟租用記錄 看起來是以義營的分行為主 那據這個 就是說現在消息流出來 是說檢調 他們是出事了搜索票 起封 去查扣保險箱裡面 在銀行人員的陪同之下 然後用這個備用的鑰匙 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這個保險箱 然後看看 那現在最新消息是說 有上百萬的現金 上百萬現金啦 不過剛剛我們在 開錄之前 有在開玩笑說 這些對比克 陳水扁當年的這個七億 十三億 就有上百萬現金啦 好 那當然就是說 之前大家在揣測說 你這個保險箱裡面 到底是有現金 有珠寶 還是有有價證券 還是有账策 那現在看起來 目標比較明確 是上百萬的現金 好 那你等於說 你這個如果說保險箱裡面 真如如同 現在這個記者所報的 是說上百萬現金的話 那至少你有一個 不明的金流 有一個不明的金流 那在尋現追查下去 那不要忘記喔 除了說這個保險箱 保險箱現在看起來 有一個比較金流之外 昨天也有講到陳佩琪 對 陳佩琪哇 最新的理財法 叫做ATM理財法 那赫然發現說他這兩年的時間 剛好都是在這個金華城 你要嘛不是就是說容積率 開始我跟你陳情 然後這邊就是有會了157萬 然後另外呢 還有論功行賞這一段 就是已經拿到840%的這一段 裡面有錢 剛好就有錢進來了 非常巧合 462萬 對 加起來是619萬 連尾數都給你寫出來了 是 那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滿巧 就是說不管是ATM 或者是說這個保險箱 現在看起來有幾個人 一個是柯文哲 一個是ATM是陳佩琪 對 跟他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分別用 現金10萬10萬10萬 這樣子存入 然後現在保險箱 現在我們的這個消息 就除了柯文哲陳佩琪之外 還有三個小孩 還有親友 還有親友 親友有誰呀 對 媽媽 妹妹 媽 看起來 如果陳佩琪這邊的家人 或是柯文哲這邊的家人 柯文哲這邊有妹妹 有媽媽 然後還有這個包括他的弟弟 對 不要忘記他還有一個弟弟 對 那還有這個相關的親友 當然大家也會扯到啦 當時那個吳淑貞扁案的時候 也是因為陳佩琪是用他掃燒 掃燒的名義 去在這個保險箱 接到姻親那邊去了 對 所以說保險箱這邊 是不是一個重要金流 也是一個長錢的來源 然後再加上ATM 有這個600多萬不明的金流 其實你不要小看 我們剛剛講說好像幾百萬很少 可是你一下這邊619萬 然後那邊如果保險箱又是上百萬 哇 你這樣子兜一兜 兜一兜也是蠻多錢的 對啊 兜一兜也上千萬了啦 對不對 所以我就 我們就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對啊 好 那所以就看起來啦 就是說到底這些這個 現在目前檢方 這個起出來的保險箱 加上ATM的這些金流 能就是有沒有符合 符合金華城這樣一路循線追下去 我認為啦 就是說檢方在這兩個月大動作 也不能被柯文哲這樣的肝嗆聲 一定要 對 一定要辦下去 這金流目前是檢調想要一直追查下去的一個 一個相關的線索啦 好 所以請教瑞德哥 因為他說是昨天到了第一銀行的數間分行 數間分行喔 那目前根據了解呢 檢調人員是查購了一個神秘保險箱 裡面有上百萬元的現金 這個現金可能不只是台幣喔 因為這個部分還沒有講清楚喔 有沒有可能是美金或其他的貨幣呢 好 重點是保險箱 一般人想說如果好啦 假設是上百萬的現金的話 你會放在保險箱嗎 保險箱不好查耶 他不是說我們去ATM這個會被拍照下來的耶 保險箱是你沒查你不知道耶 你要知道保險箱 因為我之前曾經租過保險箱 後來之所以退租的原因是因為 沒有利息就算了 東西放在那邊 而且每一年越來越貴 然後那個出租保管費越來越貴 你要年費 對 那很貴嘛 後來乾脆把它退掉算了 保險箱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把一百萬的現金放在保險箱對不對 一百萬不會增加利息 但是你每一年要付給他 至少好幾千塊的這個保管費 所以正常情況下 你不需要把一百萬而已的現金放在裡面 但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不知道裡面到底 而以是往上到多少 六百多萬也是一百萬以上 上百萬 九百九九萬也是上百萬 一百萬以上到什麼程度 如果單純是一百萬 根本不需要放在裡面 因為沒有必要嘛 對 為什麼放在家裡的枕頭旁邊就可以了嘛 他把它存在那邊ATM 二十萬二十萬二十萬 一百萬你放枕頭旁邊喔 放哪一半 你抱著錢睡覺 不是保險箱裡面我印象中保險箱 請你們體會一下窮人的心態 窮人的心態是可以有一個一百萬 如果真的有那一百萬旁邊 你知道那是多開心的事情 我裡面一顆鑽石就夠了好不好 鑽石 鑽石是女人的東西 你鑽石很久遠一顆要人命 那裡面到底 裡面到底可以放多少次 問題來你要看它是多大的保管箱 最小的保管箱它長方形的 那最小的那連一百萬都放不下去 一百萬大概是這樣 一百萬的現金一千塊的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這個大一點的 所以你越大越貴 聽說除了保管箱之外 還有保管室 那保管室有點像我們去寄行李的時候 去車站飛機場的寄行李 這比較大了 那通常要很多東西才需要保管室 小一點的話不需要這個保管箱 那麼正常情況很多是 有的是要求行員跟你一起來 同步打開才可以打開 那另外一種是 比較舊式的是 你有密碼 按密碼一張卡片 那進來了以後 那麼你自己去開 自己去關 關上以後 你就不能再打開了 你一定要出去 再重新繞一圈回來 才可以重新 那這會有紀錄嗎 會 會有紀錄 但問題來了 因為我們的保管箱的建置 有的是比較早期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除非你是新銀行 通常在地下室比較多 地下室或二樓比較多 那早期的話 它比較老舊 比較老舊 所以有的會資料在什麼地方 在分行 那比較新的會 總行這邊一查就查到 電腦一件 是誰誰誰 誰的保管箱 我相信了 為什麼一鎖定就引 你不要忘記 陳佩琦分兩次 在2020年跟2023年的時候 分兩次去存了157萬跟400多萬 總共加起來619萬 密集的存 請問他是不是存ATM 對 他的ATM是哪一家銀行的公司的 ATM的提款卡 提款卡 存責我相信一定有固定的幾家 對不對 你的ATM 你的提款卡跟你的存責 一定是特定幾家銀行 我馬上先鎖定這些去查 我先鎖定去查了以後 那麼有可能會召會金管會 由金管會直接下令 對不對 去查 這最快 然後緊接著來查了以後 要做一個動作 確定有 我相信包括誰 陳佩琦 柯文哲 還有柯文哲的父母 搞不好陳佩琦的父母也有 然後還有包括三個子女 還有柯文哲 最主要是柯文哲這邊 因為我不知道陳佩琦的兄弟 姐妹有多少個都會有 然後包括這些兄弟姐妹 親友的配偶也會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是有一種觀念 還是認為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把保管箱 這麼多東西 用別人的名義 怕人家萬一哪一天你的好朋友 去把你偷偷說遺失 打開以後把你偷走 所以親友比較多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除了現金之外 一定有別的東西 通常用保管箱 絕對不是只放現金 一定有什麼黃金金條 還有這些所謂的金幣 還有這些是不是有外幣 USB 也有可能 USB就是你不想讓人家知道 對 要不然我問你嘛 你直接把一百萬的現金存到銀行 不管就算是外幣 存進去利息很少 一%兩% 倒還是有利息 那我 我放在裡面 越放越無怪富人的錢 對嗎 我為什麼不把現金存進去 這個銀行裡面呢 所以保管箱裡面的東西 就是很珍貴 但不想讓人家知道 所以才會存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變稱說 到時候變稱說 那我私商錢 我私家啦 問題是你私家 你要解釋存錢從哪裡來 因為他們從要選台北市長開始 在此之前 開始財產申報 你的財產申報 只要多一毛錢 使你財產申報裡面沒有 你交代不出來 不好意思 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因為現在柯文哲是用 貪污之罪條例裡面的 土利罪來辦他 陳佩琪不是用ATM 存款60幾次 就可以立為洗錢案被告 不是 要他這個錢來路不明 而這來路不明的錢 很可能是不是又牽扯到 比如說有貪污啦 有什麼罪 然後他是共犯協助 才會扯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被告等等 還有他如果做人 他做偽證 比如說你說法反覆 對不對 你做偽證 然後變成偽證罪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顯然 你看不查 沒查不知道 一查下去 我的天啊 到底阿伯你們家有多少錢 因為他的7380萬的 這個所謂的總統選舉補助款 再加450萬的募可 會給他的銷項權利金 還有他們家有財產申報的2400多萬 包括那個4家 那個4個基金全部加起來 絕對不可能去買那個時候 去開一兩億的豪宅 因為最多最多扣掉4300萬的商辦之後 最多最多只剩下5000多萬而已 要買豪宅身邊沒有放了8000萬的現金當頭期會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現在豪宅只能帶4成 現在就那麼難帶 所以那中間有三四千萬 可能有我們看不到的錢嗎 不管怎麼想都會讓我們多聯想 就是他們之所以急著買商辦 急著看豪宅 是不是因為現金太多 急著處理掉這些錢 要不然你為什麼急那麼急呢 你為什麼那麼急呢 你不知道你買商辦 還要比市價貴一成嘛 還講出那種 連柯文哲你自己講的時候 你不覺得你智商157是把大家都當笨蛋嗎 就因為屋主要出國要移民 所以呢 所以我願意多花一成把它買下來 不是因為屋主砍價砍一成才對嗎